大家好,这里是佛之源频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终身衣食足够,月底财博不拒,终运图力开展 生肖狗们对待爱情有的时分,仍是蛮挑剔的 可是它们总会犯一个缺点,就是在还没有大概了解 一个人的时分,不知道屏障什么,就会被对方深深地招引 生肖虎,熟虎的人很会赚钱 他们不但做事情有魄力,而是也很聪明 只不过因为之前,生肖虎的运势不佳 所以才会求财不顺,没能过上富贵有钱的好日子 熬过明天霉运散尽,财运逆天 发横财众大奖,日尽斗金 生肖虎命理之中,仰慕生财望运 让生肖虎财运如虹,自当大富大贵 生肖猴,属猴的人虽然不是一个 命中有财的属相 但因为生肖猴聪明伶俐 也很善于敛财 所以即使之前生肖猴过得不是很富裕 但至少也不算很穷 熬过明天霉运散尽,财运逆天 发横财众大奖,日尽斗金 生肖猴因为命理之中 有财心天财入命 催忘了生肖猴的财运 让生肖猴财运滚 富贵延绵 生肖牛 生肖牛的人 最近的精神状态非常好 大概是因为 有好事发生的缘故吧 生肖牛为人很实诚 做事一定要圆圆满满 否则心里就会内疚不安 所以很多人 都很欣赏这样的萧牛人 熬过明天霉运散尽 财运逆天 发横财众大奖 日尽斗金 生肖牛得到紫薇集心关照 好事不断 频传喜报 收获意外之财 生肖龙 今年对于鼠龙的朋友来说 是一次财运爆棚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鼠龙的朋友 将会获得非常好的财运 龙生于水 水能生财 事业上也将出现巨大的进步 鼠龙的朋友在这一年 如果炒股票或者买彩票 很容易获得巨大的财富 因此对于鼠龙的朋友来说 平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感觉 如果感觉运气特别好的时候 不要忘了去买张彩票 没准就能中个百八十万 发一笔横财 纳摩大慈大悲观 世音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风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静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越老越好命多金 晚年享清福的四大生肖 快来接 越老越好命多金 晚年享清福的四大生肖 在必要时候需要弯一弯 转一转 因为太坚强容易折断 我们需要更多的柔软 才能战胜挫折 生肖狗的人 生来就是好命之人 福气深厚 不仅可以给家人 带来很好的福气 忘父母子女 而且自己积极上进 有助持之以恒的精神 注定能有光明的人生 生肖狗的人 从小大到都比较顺遂 生活不愁吃穿 就算遇到阻碍 也会因他人相助而顺利度过 这和他的性格息息相关 一位生肖狗的人 天生善良 有一副热心肠 对朋友更是肝胆相照 必定有贵人相伴 得到佛主庇佑 越老越有福 生肖狗的人 福心高照 坐在家里就能发财 他们财博公四面都是贵人 一顺百顺 常会有人主动送钱上门 财运亨通 事事顺心 求财容易 赚钱轻易 命中财气旺 可转入上百万之财 大富大贵 生肖龙的人 贵气横身 命中富贵 财运爆棚 他们一辈子 可以享受富贵殷实的生活 不过这些都是 靠生肖龙的人自己创造 他们为了事业付出了很多汉水 越努力运势越好 大吉大利 尤其是农历十一月出生生肖龙的人 具有广泛的人脉 在官场中顺风顺水 有权有势 注定和穷不沾边 生肖牛的人 得祖上庇佑 无灾无难 运程平顺 此生先忙碌后享福 虽然看似闲不下来 但却一年年因时富贵 家道亨通 生肖牛的人 性格比较朴实 但却富有创造力 为人低调 却出手稳健 这辈子注定 能在事业上遇到薄乐 富贵花开 在家庭中和和美美 其乐融融 不只是他们 就连伴侣子女 和父母都能好命富贵 那摩大慈大悲观 是因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奉兄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世事顺兴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别灰心 今年赔钱不断的五个生肖 明年十倍赚回来 再穷也能翻身 生孝羊 属羊人在今年 遇到了不顺利的事情 接连损失了不少的钱财 还好暂时运势稍有回升 只要挺过今年 明年属羊人 将迎来最富裕的一年 横财大发 钱财大赚 今年赔的钱 明年十倍拿回来 再穷也能发大财 生孝马 属马人前段时间 受到了破太岁的影响 运势下滑 财运不佳 损失了大笔钱财 就连心情也变得很差 但一切都来得及 待到明年 属马人财运大好 整个一年都有大钱赚 再穷也能做富豪 生孝狗 属狗人今年没办法 财运受阻 生意被困 不但没赚到钱 而且还有损失 赔了钱 但不要灰心 明年生孝属狗人 有红韵来袭 财运大好 今年赔的钱 明年十倍赚 再难也能渡过难关 富贵圆满 生孝属 属属的人 今年发展不太平顺 事业波折不断 工作上遭小人算计 无故背了黑锅 可谓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明年到来之前 最好是低调行事 不要落人口舌 待明年到来 将会万物复苏 届时好运气 挡都挡不住 事业和财运 都将势不可挡 生孝兔属兔的人 天资聪明 兢兢业业 做事谨慎 而且大器 对知足常乐 他们顾家爱家 对家人十分大方 愿意牺牲奉献 今年工作特别忙碌 却都是在为他人做假衣 虽然完成了不少重要的工作 但是功劳却被别人霸占 忧苦说不出 简直是痛苦不堪 进入明年后会有贵人出现 能够明辨是非 在贵人的 提携下一路 家观尽觉 一步步走向辉煌 纳摩大慈大悲观 实应菩萨 保佑诸位 全家平安顺利 吉神相随 所求如意 风凶化吉 神志动达 幸福如意 心想事成 如意吉祥 万事圣意 财源广敬 孝口常开 生意兴隆 蒸蒸日上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年年有余 事事顺心 万寿无将 真心祝愿诸位 增长福寿 如意吉祥 愿三宝加持和护佑 留下自己的心愿 在评论里 点赞祝福别人的心愿 自立等人 大愿就可以实现